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半糜烂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马施阳 起研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慢性胃炎呢 如果你按照这种大类来分 可以分成萎缩和非萎缩 相对于萎缩来讲 非萎缩的这种状态 其实就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 慢性前表性胃炎 是最轻微的一种胃炎的表现 也就是在胃镜底下 我们看到黏膜充血 发红有一些浅的糜烂灶 我们就会诊断浅表性胃炎 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 那么因为它跟胃癌的关系呢 不是很密切 也就是这种胃炎呢 它是一种就是炎症的 轻微的早期的状态 所以啊我们并不是强调 所有的非萎缩性胃炎 都需要治疗 除非它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 除非它跟幽门罗杆菌感染有关联 才需要去进一步的治疗 所以对于大家 大家对于这个诊断呢 不用太过于担心 非萎缩性胃炎 是一个很常见的 一种轻微的疾病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